请问真正的学 学了很多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学问 可以带我们超越感受的自由 OOS教育系统 可以引动我们去到真正的学习吗 真正的学 学到底在追求什么 好 我们这个事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我们一加一等于二等等的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那么到我们后来走上社会的学习 但是我们借助今天科学家的一句话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在 在4%的物质世界里学习 而忽利呢 由暗物质暗能量 组合的暗空间里面的暗生命体的组合时间 也叫隐态时间 这种的学问 这种学问 实际上的教育 今天没有一个机构在进行着完整的教育 自立片段的教育 很多 什么西方的能量学啊 松构体的修炼术啊 等等的这样 像树上的一个树叶 一个树枝 这种学问大有人在教授 但是从系统教学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高级后的教育 我们今天在全球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教育机构 在做这样的努力和真正的在做教学 我们OOSS的教育体系的建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之后 要为众生建立一个圆满的教育 这个圆满的教育呢 既有4%的应对食素的教育 又有96%的对隐态世界 到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世界去获取暗物质 获得暗能量 得到暗空间的所有的神明 和暗空间里的生命体的一体共修 一体共正 得到他们的相助 最重圆满的教育 是世间圆满 初世间圆满 我们的教育目的 是让大家活着 活着 活着 不是死了 记住 我用了好几个活着 活着的时候去成法王 活着的时候去成菩萨 活着的时候去成神仙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就有很多的活菩萨 就有很多的活神仙 那么这些活菩萨 活神仙分布在世界各地 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 已经自觉的方法 去觉悟众生 使这些人都在活着的时候 成活菩萨 活着的时候 去成活神仙 那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一个神仙的世界 变成了一个菩萨的世界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也就是弥勒菩萨降生人间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净土 变成了极乐世界 这样我们那些和我们一起 无世界 生死轮回 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就都得度了 这是我们OSS 苦心经营的平台的目的 也是大家要修学 要自我完善达到的目的 也就是不是让大家死了 才去极乐世界 你要真去极乐世界 你要活着去极乐世界 你要真正的去 其他诸佛菩萨的净土 要趁你活着 去这些净土世界走一走 去看看哪个世界更适合你 下一世去移民 去安居 那么还是自己要建立一个世界 接自己如母众生 有缘众生 都到那个世界去安居 那你就要作为登地的菩萨以后 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以后 你才能够建立自己 不动地的净土世界 密言坛成 密言净土 去引渡众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教育平台 未来在全世界 是大家都需要的一个平台 这种教育 是整个人类 72亿人类 都要使用的一个教育 大家都在觉醒 全世界都在觉醒 那么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 邪魔外道 大肆畅行 以各种东西 惑人眼目 所以我们这些 宏道者 要有 击迫感 紧迫感 时间感 然后 要勇往直前 用更多的时间 来实践 这个平台传出的方法 使自己早日正果 早日成为 这个 得到的菩萨 得到的神仙 然后用这些方法 去教育更多的人 活着觉悟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这个他老人家 用善巧方便 教育出 很多 至少是几千个以上的大的菩萨 都是活着成菩萨的 阿罗汉 不计其数 光在一次法华会上 有五千阿罗汉退席 那都是活着的 都已经成阿罗汉了 和 释迦牟尼要奖金 结果不对脾气 五千人退席 然后释迦牟尼 这个还很高兴 说此中无焦牙 就是那些被炒葫芦的种子 已经都出去了 我们这干净了 都是成菩萨的种子了 都是成佛的种子 你想 那个时候有多少大菩萨在 那些人后期都成菩萨了 因为他讲 只有一佛圣 没有三圣佛法 不计划 不要三圣佛法 不计划 不计划 感谢观看